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柴 大家好我是屬 歡迎收看不一定準貓塔羅 不一定準喔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 八月份的星座運勢 剛剛已經請我們的塔羅貓派可師傅 為我們抽出八月份星座預測 首先是火象星座的牡羊座 牡羊座這個月抽到的牌面是火燭石 抽到這張牌的話 其實代表你這個月會感到有一點鬱悶或者是煩躁 牡羊座這個月會覺得自己的肩上好像承受著一個重大的壓力 或者是有一股莫名的壓力以及不安感 四個心情非常壓抑而且莫名有一股鳥氣 但是又有口難言的一個月 所以建議牡羊座要靜下心來仔細思考混亂的原因啊 是不是介入太多的事情 或是同時進行了太多不一樣的工作 好好重新整頓一下自己才不會浪費你的能力或是精力 接著是獅子座 獅子座這個月抽到的牌是地主小貓 抽到這張牌其實代表獅子座這個月求知欲非常的旺盛喔 這個月獅子座對於任何事物都充滿了好奇性以及求知欲 有機會開始嘗試接觸一些比較不一樣或是不同領域的新事物 或者是可以認識更多不同興趣的新朋友 而且這個月獅子座的專注力過人 是個適合好好學習的一個月 所以建議獅子座這個月可以多出去走走或是結交新朋友 藉由這樣來打開遼闊的新視野喔 然後是射手座 射手座這個月抽到的牌是海竹2在逆位 那這張牌在逆位的話代表射手座這個月可能會出現一些猜忌阿 或者是對立的情形 射手座這個月可能要注意一下感情或者是友情方面的問題 因為有一些人事物阿可能會暫時介入你與情人或者是好友之間 然後這個阻礙呢可能來自於你自己內心 也可能來自於外在的因素 將會導致你覺得和朋友或者是情人之間的交流互動 會變得有點自愛難行 所以建議射手座阿試著找出事情阻礙的原因 和過去的陰影阿記憶阿忌妒阿可能都是有關的喔 再來是土象星座 土象星座的第一位是金牛座 金牛座這個月抽到的牌是星星牌 但是是在逆位的 那星星牌在逆位呢就代表金牛座這個月可能會有一些些期望過高然後落空的狀況發生 這個月可能會發生一些事與願違或者是期望落空的情況導致你充滿了挫折感 然後失去原有的信念跟自信心 你或許會感到自己既渺小又孤單 但要相信時候到了自然就能夠水到渠成喔 建議金牛座的朋友可以試著找朋友聊聊 或是試著跟自己的內心好好對話 然後是處女座 處女座這個月抽到的牌是天竺二 那天竺二這張牌的意思的話就是要提醒處女座要看清真相 這個月你可能會遇到一些兩難或者是無法做決定的事情 建議處女座的朋友可以先停下腳步保持正進 花一點點耐心收集更多的訊息 注意先藏在細節裡面的魔鬼 最後才能做出正確的決定 建議處女座這個月要多一點耐心 不要草率的做出選擇或行動喔 最後是摩羯座 摩羯座這個月抽到的牌面是火燭五 逆味 那這張牌的牌面意義就是提醒摩羯座的朋友 這個月可能會是個充滿競爭的一個月 本月可能也要小心和朋友或是情人可能會有一些反目的情形放生 那在工作上也可能會有強勁的對手出現 摩羯座的朋友要切記良性的競爭可以幫助彼此進步 但是若淪為了惡性的競爭 就可能會導致兩半聚傷的狀況喔 所以建議摩羯座的朋友要保持友善的態度 試著用幽默和運動家的精神去化解競爭的緊張和壓力 接下來是風向星座 雙子座這個月抽到的牌面是海竹八在逆味 那這張牌代表的意義是 雙子座可能這個月會覺得有一點點無力感 雙子座這個月的情緒可能會每況愈下 或是一些原本很在意的事情發展可能不如你的預期 然後讓你感到有一股沉重的無力感 甚至會開始封閉起自己的內心 然後變得有一點點孤僻離取所居 所以建議雙子座的朋友這個月可以尋找朋友的幫助或指導 才能走出這段低潮期 天秤座 天秤座這個月抽到的牌面是 地主公貓在逆味 那這張牌的出現就是在提醒天秤座的朋友 這個月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身體的狀況 有可能會有過勞的情形發生 因為這個月天秤座可能會因為一些責任心 或者是要幫忙朋友 然後染下了過多的工作 或者是責任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導致身體超出負荷 產生了疲勞或者是倦怠的感覺 所以提醒天秤座的朋友 在幫助別人的時候也要多注意照顧自己的身體 所以建議天秤座的朋友這個月先評估自己的狀況 再決定要不要借下額外的工作 最後是水瓶座 水瓶座這個月抽到的牌是 海竹9在逆味 那這張牌其實代表水瓶座這個月可能對現狀 會有一些些不滿意 水瓶座可能對於很多事物都會感到有一股不滿意的感覺 因為水瓶座有太多想要追求的夢想或者是理想 但是卻又一直不敢踏出那第一步展開實際的行動 因此可能會產生一些事或懊惱或是感到不滿的狀況 所以建議水瓶座在機會出現的時候 就要勇敢的好好抓出這個機會踏出第一步 最後是水象星座巨蟹座 巨蟹座這個月抽到的牌是地竹4在逆味 那出現這張牌就要提醒巨蟹座的朋友 這個月可能要小心有破財的跡象喔 因為巨蟹座這個月物質欲望高漲 然後想要透過購物來買足內心的空虛感 但是其實單靠購物是無法滿足空虛的 提醒巨蟹座的朋友 可以試著尋求一些友誼的慰藉 或者是找到一些生活中簡單的小缺幸 來填補這個空虛 所以巨蟹座的朋友也要謹慎理財 小心入不敷出 可以多和朋友家人聚聚來增加自己的充實感 接著是天蠍座 天蠍座這個月抽到的牌是地竹國王 地竹國王這招牌代表的意義是 天蠍座這個育月可能會因為幫助一些人 而得到心裡面的快樂感 本月的天蠍座內心充滿了踏死以及成文感 這些感覺其實來自於你善用 擁有的廣播知識或者是人緣 透過一些分享或幫助他人的同時 自己也獲得了諾大的成就感 另外天蠍座這個月的統治運也還不錯喔 所以建議天蠍座可以運用這個月 不錯的一些投資想法和知識 可能會有不錯的投資收入喔 最後是雙魚座 雙魚座這個月抽到的牌是天竹國王在逆位 那這張牌在逆位的話就是要提起雙魚座的朋友 你這個月可能會有一點點不敬人情的狀況發生 因為雙魚座這個月可能會因為太過於冷靜客觀 然後去想一些事情 導致你在言語啊或者是行為上變得太過於冷酷 沒有同理心 然後會讓其他人覺得你太嚴肅 然後難相處 或者是會造成一些和別人不必要的誤會 所以建議雙魚座不要只顧著分析 而忽略的用腦之外也要用心去關心周遭的人喔 以上是八月份不一定準貓塔羅星座運勢 如果你覺得準的話請不要忘記給我們一個喜歡 或是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不一定準貓塔羅星座運勢 我們下個月見 掰掰